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光临N与阿联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张河游的演艺人生 张河游一生演出过的粤语电影超过400部 演出的名片除了上一集提到的之外 还包括有吴家、涉人贵、三气柳金花、苏小小等等 另外还有《紫微圆的秋天》、《钱》、《人伦》等等 他在影片中扮演的都是谦和唇口的正派角色 但也有例外的 例外的就是在《黑玫瑰与黑玫瑰之中》 这套剧是1966年 他在这套《黑玫瑰与黑玫瑰之中》 扮演反派的角色金盐罗 加入了香港无线电视台的《造艺园》 他参演的第一部电视剧就是1976年的《选》 在1976年至1982年 张活游就参演过的电视剧 包括《抉择》就是1979年的《亲情》 1980年的《书劍恩仇录》 1976年的《书劍恩仇录》 而由他主演的著名剧集就是《二叔》 就是1976年的《二叔》 在1949年 张活游也发起了成立《华南电影工作者联谊会》 在1982年张活游就退休了 其后在1985年12月10日 张活游就病逝于香港 那就是享年75岁的 那接下来呢 阿Lem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张活游的演出列表 那就是 张活游演出过的电影 包括以下这些《火凤凰》是1981年的作品 《世不两立》1980年 《提笑恩怨》1974年 《秋雨春深》1969年 《黑玫瑰之三的《红花合渡》1967年 《残花类》1966年 《难为了娇妻》1965年 《难为了家嫂》1965年 《原来我父亲》1966年 跟着以下这几套 就是1964年的 1964年就有《丰虎》 《柳叶刀》 《高处不声寒》 和《血子人》等等 1963年就有一套出品 就是《海》 然后就是1962年 1962年演出的作品就有 《湖山盟》 《吸血虎》 《叶海维恨》的《大结局》 《叶海维恨》的《上集》 《苏小小》 《尼加老大会》 然后是1961年 1961年就有四套演出 分别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银子万岁》 《少小尼加老大会》的《上集》 和《少小尼加老大会》的《下集》 《大结局》 然后是1960年的演出 包括有《晚亮》 《神童琴空记》 《恩情》的《上集》 和《下集》《大结局》 《人》 然后是1959年 59年就包括 《人伦》 《七劍夏天山》 《钱》 然后是1958年 1958年就有 《分辨》 《借新娘》 《柳艺传书》 《紫薇园》的《秋天》 《花债狀园幻》 《荆猜忌》 《虎女江可宴》 《保莲登》的第三集 《七彩梁天来》 接着就是1957年 《环君明珠》 《雙雷水》 《妙善公主》 《包公三审血掌印》 《一流风雪夜归人》 《信凌军》 《信凌军》 《渡乎九照》 《软皮蛇三斗老虎那》 《狐仙奇雨》 《天后娘娘》 《水护转之》 《智取生神光》 《黎智己》 《关公守华庸之流比过光照亲》 《涉人归三弃柳金花》 和《宝莲登》的逐集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 《张活游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又暂时休息 休息一休息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 N与阿Lam频道 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 《张活游的演艺人生》 好,拜拜!